国道3号发生了车祸意外 有一辆垃圾车居然冲撞护栏 直接冲下边坡 车上垃圾也洒了满地 画面中可以看到 国道上一辆垃圾车 从左到右突然撞破护栏 整辆车往下冲出国道范围 车头后方货箱也断裂 大批垃圾跟着洒落边坡 这名教室驾驶全身久位 还九侧超标 全身多处擦伤 当场被警方逮捕 我是陈居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